39岁的瓦妮莎晒出了自己的最新照片 她被靠豪车站在巨大的壁画之前 而这幅壁画上面画着的 则是科比和二女儿吉安娜 要知道这对妇女在之前的直升级事故中 不幸事事 令全世界的名流和球迷都十分的悲痛 而瓦妮莎更是如此 不过如今的她已经走出了阴影 不再感到悲伤 也令大家非常的安心 瓦妮莎在科比和女儿刚刚离世的时候 整个人的情绪和状态都不太对劲 甚至在科比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 她是如此的深爱科比 而她的家庭本来也应该更加的幸福美满 可是却因为一场直升级事故 从而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对于这样的情况 瓦妮莎也感到非常的无奈 她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惨剧 因此也只能慢慢的选择接受 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 她会更好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在去年的5月份 瓦妮莎就参加了一些单身派对和社交媒体活动 似乎是走出了阴影 可是粉丝和球迷们依旧不够放心 他们担心瓦妮莎在遇到与科比有关的事情时 依旧会触景伤情 不过大家现在可以彻底放心了 因为瓦妮莎在最近的照片中 站在了科比和女儿的壁画之前 容颜精致的她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看来是真正的走出了阴影 而瓦妮莎的这副容颜 也让大家印象深刻 总之希望在之后的时间里 她能够和女儿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也希望瓦妮莎 能够找到自己的下一份幸福 毕竟她只有39岁 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有男性陪伴的话将会轻松很多 但不管怎样 是寻找新的爱人 还是保持现状 都是瓦妮莎自己的选择 希望瓦妮莎和女儿们 能够健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也希望他们的未来 都有很好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